好,我見到有網友說行龍只懂得去海灣的行空中心,那這樣就不行了,真的行龍是很多的物業是它的。 同樣的網友,你只懂得行龍,因為有行中心,為什麼呢?因為這位網友應該看藥多病,經常去看醫生,行龍中很多醫生,所以你就懂得去那裏,牙醫,很多Clinic,那你自己想想,我們在中環走開的,我們比較少進入中建大,因為中建大多多醫生,我們也少去中建大,我會去渣達總管,渣達總管是行龍的,不是渣達的,不過以渣達的命名, 因為它租的層數多,純粹是因為,這些就對了,行龍現在不行,香港的總部在渣達大,跟渣達談談,你都租了這麼久了,是,給一個Syndicated Loan來,不是啊,我禮手,如果你將你用的東西,我賣給大陸佬就不要了,不如你今天價又升,吃了它,你又不斷叫我,不如你拿了它, 知道了,這樣吧,只差點買了,雅蘭中心,旺角那些,荷力活商業中心,雅蘭中心,側方也跟匡豐聊,跟匡豐聊,是 匡豐聊,跟匡神都近了,如果你不是,我真的賣給大佬,它全部把海底攪在你旁邊匡豐,因為你買了它,說真的,它山頂廣場,山頂廣場都是行龍的,行龍的,它都已經開了很多大陸的東西,老老實實,是啊,都真的很多,唯有吸一大陸的 遊客 山頂廣場就不要賣給大陸佬了 賣給誰呢? 當然賣給菲律賓 山頂廣場有很多菲律賓人 有很多菲律賓 借助禮拜日 哦,行啊行啊 懂得找位置,時間找對人 對呀,行龍 國內剛才說過 我應該是覺得他跟羅康瑞 就是瑞安 很早啊,行龍 最早發展國內廣場 以前陳先生引以為傲 因為那時國內的房地產發展起飛 他在上海建了一些很美的商業家 很港式的商場 上面寫字樓,下面就是商場 偷了雲石,好光鮮 行龍廣場有很多叫做 下面的座場一定是長期賣車的 放在那裏,好光鮮,車展 名牌,貴食肆一定是這樣 但時間又錯了 我上海經常去那裏 那裏吃飯 因為沒有人 那時OK的 國內經濟起飛率大力發展的時候 但現在你看到業績就累他不少 因為租金收入不斷下跌 沒有辦法 當上海人有錢 可以進入他那些高級商場的時候 他的商場已經放在那裏10年了 都是很久 那我去他那些新的 那一個時間就錯了 但他去上海真的很早進去 他很早很早進去 很早進入國內 所以他其實 其實在香港他靠很多東西是老闆來的 香港他都沒有什麼development做的 恆隆好像很多年了 美夫他都有份的 其實恆隆在香港很多年沒有什麼大搞的 八德新街整堆都是 除了恆隆中心 很多的 Tushwork都是他 他又不會賣 要想了 真的要選一些來賣的了 他又不會賣 又不會搞很多東西 不如買國內的先 賣到嗎 賣到賣了 那倒是 那些更嚴重 你中環中心都要靠那些 香港傻佬 找些國內超傻佬一起 國內都不行 有錢就要走 還要買東西回來 是呀 碧海南天這些 碧海南天 碧海南天 碧海南天下 如果你說豪宅的話 碧海南天有不同 碧海南天本來是居屋來的 本來是居屋來的 接著那時候應該是老董那個年代 碧海南天是老董的年代 碧海南天就由居屋變成現在的碧海南天 是嗎 碧海南天本來是居屋來的 本來是居屋來的 碧海南天很奇怪的 碧海南天上面是有smoke detector的 是嗎 你私人發生 李嘉誠不會弄個smoke detector給你的 但是那個是不知什麼類型的居屋來的 那麼有趣 是啊 我以我知他最有名的居屋 幫喜居屋是康山花園 是啊 康兒就是私人樓康山 好似康兒的 但是賣便宜一點的 就是因為政府和他參見的 富貴居屋來的嘛 康山 富貴居屋來的 那都住到很多 大家由窮變有錢的 不是他不是由窮變有錢 是那樓變得很值錢 是啊 沒有錯啊 沒辦法的 那邊是太古城 後面是康兒 康兒不是有行龍的 是啊 你又沒理由康山是公屋的 整個山頭都是行龍的 所以我記得碧哥藍天那時候是居屋 還有一個在紅磡那裏都是居屋 但是那次是新世界拿了 哦 那個是新世界 是啊 我沒有記錯 因為太多年了 太多年了 忘記了什麼名字 這個都值得看的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搞成這樣呢 你說要跟渣打去看 渣打就厲害了 你找渣打救駕 問題就是 他會不會看你呢 渣打其實真的是英俊的 因為他業績是相當之不錯 加派息之餘 還要上調他那個收入的指引 是啊 講風涼說話 真的很厲害 他除稅前那個pre-tax profit 那個盈利是按年升了14% 中期息是派九尾先是按年升了50% 跟著就上調今年的收入指引人 如果按固定匯率計算 就應該會升到7% 再加有錢做回購 那就展開最大規模的15億美元的股份回購計劃 那有什麼理由不抽高啊 是啊 說了一封涼說話 說到業績漂亮啊 亮麗啊 就好像張家朗拿金牌 無線一個拼咪 張家朗說金牌很容易拿而已 他怎麼沒這麼說 他沒這麼說 就是這麼說 如果他這麼說 哇 九封涼說話 現在渣打就是九封涼說話 是啊 是啊 真的他的財富收入又非常之強勁 25% 只是那裡賺到6億多美金 是啊 原來我覺得 那我講一次 渣打有一件事就真的非常之強 環球經濟不是那麼好 但仍然都是很多有錢人 他只是什麼都不做 集中是做有錢人的生意 應該這樣說 做有錢人的中介 就搞 不是 不是 即是怎樣說呢 他很多業務他都不搞 我免得做一些這麼高成本的投資 然後就說 我其實全球每一個國家 我幾乎中東 尤其是 我都有我的分行分支 你有什麼需要呢 我就幫你帶去當地的Local Bank 或者其他基金公司 他自己都不會搞基金 他不會承諾基金 所謂的財富管理 他幫你找一些你適合 什麼給你的一些財富的理財方案 這些就是渣打的強項 他省很多 轉界轉界又轉界 其實很多事情都不是他做 渣打的強項就是在新興市場 是啊 但是他不在新興市場 混合到很多業務出來 不是他自己的 很多都是 哦 那他真的不需要 全部是中介的 你只是下手下腳撈的 那你有個 洗一錢 那你下手下腳撈的 匯豐 只是洗一錢 即是說他幫人洗一錢 都罰到不知幾個十百億 是啊 那這些那時候 渣打沒有什麼罰的 OK的 渣打 他因為沒有 你明不明白 渣打的問題 渣打這個是他的特色 他不是我搞的 關什麼事 別人的派對是搞的 我只不過是轉界 你有些這樣的需要 我問一下幫你找一下 是啊 就是這樣 所以這一下他就厲害了 做一些叫做 好像做人家做轉口貿易 講風涼說話 厲害 但是他work我這種business model 老老實說 沒有啊 這樣說 當我經濟大旺 勁到不得了 那他有輸蝕 是的 我下手下腳 那些炒飯 沒有說自己有客 是啊 什麼都是我的 那當然會賺得最多 是啊 對 他做trade 我想說他主要 在一些實質貿易業務 他叫做trade 他不是什麼 貿易公司 總之就是 你當他是貿易公司 或是窗口公司 你尋求他的意見 尋求他的幫助 做一個顧問的形式是OK的 是啊 其實我建議要不要回求 為什麼 香港買一間房子回來 買幾間房子 他應該不是他的風格 他不做投資 就是啦 就是學一下 他總行都不是租行籠 他不會他都沒有這個險 租了這麼多年 不如開個格子買斷他 他交租 真的他不免費 他沒有物業升值貶值的風險 啊 渣打不如你買了中環中心 哇 有沒有搞錯 在一個無端端在核心地段 渣打大廈那邊 不是你買了中環中心 你起碼踩住DBS嘛 聲線在下面 他似一等 所以堂堂一間發鈔銀行 不是 那又沒有理由 跟小朋友DBS去爭的 你打對台當然是匯豐總行 中銀大廈的 你搬了過去跟DBS的 不行的 其實渣打在匯豐旁邊那些東西 都有點寒酸的 是嗎 有多寒酸 即是無緣無故旁邊有棵竹 不是呀 我經常都覺得渣打那些東西 顯不出渣的氣派 對咯 那內內 你比起匯豐 匯豐下面有崩溝有盛的 厲害很多的 哦 渣打那個就好像 好像不夠氣勢 不夠氣勢 尖布魯有縮 不夠勁 不夠勁 要勁一點 要賺到錢就行了 老老實實 東亞夠在附近 樣子的門面還不夠氣勢 因為東亞沒辦法 東亞強項是 補音箱的門 我拍攝也是 你覺得保隱箱的門 圓沽的那塊東西 是 那塊沒有OK 渣打也是 你撿一撿個大堂 那要問問 很舊 為什麼會很舊 那些色調 很老派 但是都是一個標誌 是標誌來的 是標誌來的 小時候畫畫 畫香港景 都是要畫渣打下去的 除了匯豐 除了中印 但是你主角始終是匯豐那一層 那我就畫畫了 那本來都有 有等中國銀行的嘛 旁邊 那現在變成新華銀行 其實新華銀行都是下面那兩層做分行的 那都是中銀大廈 都是一個標誌 所以你顯得三大發鈔銀行 中銀 29檔你當是中銀 以前也叫匯豐 渣打那東西 是不是寒酸了一點點 一顆東西 高撐撐的 上面多起幾十層 要不就叫行榮確堅 行榮幫他搞在旁邊擴大他 擴大他 擴大他 擴大地埔 有位嗎 一定有辦法的 幫忙 不要搞那麼多東西 現在香港經濟又不是那麼好 反正行榮你都被人召喚你都水深火熱的了 現在呢 是做銀行 不用求大地方的 還要收租還要死 現在work from home 現在很多e-banking 不用搞那麼多東西 一拿去打都沒有什麼分行的了 是不是 其實 怎麼省得了 其實都真的 我覺得不需要太多分行 不用的了 因為你整個分行 你又請不到人在裡面 一人排隊排到狗那樣就差狗 就是了 你看中銀的分行排到你吐了 排到你吐 那你整個分行來做什麼 是啊 所以 都要cater回很多 不太用e-banking的朋友 那些都不合潮流的 就不要做生意 不行 老字好 你老客戶 我告訴你 接下來 如果我是香港銀行業協會 一定要立法局立例 怎樣 60歲以上的不准入銀行 搞錯 你歧視60歲以上 不是你搞到很久的那些 那些 就是不懂才要去分行搞的 最需要的分行那些就是60歲以上 你知不知道 你應該年輕那些不准入 你都懂得去 洗鬼進去問 年輕人進去銀行裡面 只能追一個Telra 你又不可以 追一個網聲 60歲以上那些 我覺得真的要立法禁止 進去銀行裡面 唱散指 換李斯風 太煩 要去交接整個時間 要問 我要找姐姐問 我找Telra問 對 這樣不行 如果你要說 他有銀行服務 他只是存錢 不懂 直接變成國債 神經病 你不用她是銀行存 直接變國債 我想說 有些老顧客 才是最多錢 你那些新潮人士 那些罪悅一路顧客 進去聊天 是啊 打牙膠 漏人聊天 但漏下漏下就叫你買到保險 就買到基金了 那些罪易受盡 那些罪易受盡 就是聊聊聊 有個生意回來 你那些年輕人又沽寒又聰明 這些下不了答 不夠香港精神 還有漏兩漏 傳回一百幾十萬 我們這期定存有五厘息 那好啊 傳吧 一定不好 有定存有五厘息一定騙我的 一定騙我 阿婆說 我不懂得寫支票 我整本寶劑給你 你幫我寫 你說落一百 一百 二百萬 二百萬 你說試 RF應該搞到新服務 陪阿婆去銀行 是嗎 都好啊 是啊 我們附近這麼多銀行 我們賣點就是 阿婆阿伯經常被人騙 你給段鐘計 我們和你去銀行 就防止你被人騙 防止被人騙 她說阿婆給你五厘定期 一定沒有五厘 不要騙阿婆 阿婆簽完之後 原來只有四厘二的 四厘二 不對啊 都好啊 提醒 好過找個防便師傅 是啊 都好啊 我找大師和她去銀行 慢慢去 我明明做定期的 是啊 你的定期就是九九八八 或者金 或者金 咦 有黃金戶口 為什麼這樣 這樣 對阿婆買金是最好的 是啊 是啊 對阿婆買金是最好的 不懂得收 本來有五厘 但是你有金嘛 金嘛 補值啊補值啊 是啊 大師陪你去買金 當然馬上做 買了兩塊金幣出來 哈哈哈哈 都好 我們決定 但是你這樣搞得人龍中場 咬兩咬 本來咬她十分鐘 現在咬成五個小時 傻了 以銀行那些靈活的操作手法 我們真的搞定的話 銀行派人上來我們這裡 嘩這麼厲害 跟我們先談談 開個帳戶 對呀 開個專櫃 我們租到外面 匯豐的你給得多錢 你比較大塊一點 嗯 又是呀 又是呀 可以想得過 拿些六十五歲樓上的銀行 我們最厲害的 我的網友很多都一上了年 幫你搞 湧上來都行 陪你去銀行 嗯 OK 想想各大銀行 是吧 我們匯豐呢 都要看的 因為匯豐呢 很快會出業績的了 是不是明天 老實 你又不要把渣打的業績 當是匯豐的業績 嗯 這樣可能會很難的 危險 但他上一季業績是不差的 我記得 我估計匯豐的業績都不差 他炒房應該可以的 是啊 爆上去的 是啊 他炒房應該都可以的 匯豐可以後一後的 他一不一有壓力的 正如江文衛拿完金牌之後 張家朗都可能有些壓力 是 人家已經是做15億美金的回購 你今舖有沒有說多一點回購呢 是啊 會不會又要托一托股價 是 或者派高點的顏色 人家派息都不差 增加不少 那你今舖的業績 EPS 是好是醜都好 是不是都要加少少派息 它就吸引回大家 要的 雖然你有7厘息 但是 喂 那顏色就沒有人嫌少 沒有的 如果你增加派息的話 你的股價一抽 一抽上去 你就沒有7厘息 那你就要兩樣同步做的 是 不過派息就少 有強人所難的 它是貴度式 貴度式不轉 但是你要告訴別人 今年年尾 坐到年尾 我會派得很開心 是 就好像中二棟那些 有些承諾 會派多少 就是派息比率 還是怎樣 那就好些 我就覺得 應該會的 希望 希望 還有它有人事變動 是不是 是啊 是啊 是 應該轉了人 應該轉了人 之後 新的CEO 都要說一下 究竟他怎樣想 接下來的方向 是不是跟上一任一模一樣 我想都差不多 他就 腳頭好的 因為他的業績應該漂亮 因為美國債息都收四多 所以OK的 但你這樣說 你的回購和派息會不會慷慨 就真的要看新CEO 他怎樣想 這個是要搏的 他是CFO來的 是 CFO轉去做CEO 所以這個季度 他業績不行 你真的要拿去 衝去出廁所 那你看一下 本港銀行 其實最危險 都是本地銀行那些 壞帳 有沒有交通 但他的炒房那邊 應該不會差 一定不會差 一定不會差 照計就OK 你香港那邊 他都謹慎 保守 什麼都齊 是 是 我想他又未必會有很多壞帳 還有如果你大陸那些壞帳 不入帳的 都天經地義 不搞住 每個都是這樣的 他都不要管 當是香港精神 下屆再來過 但那些壞事是隱惡的 你是拿不到牌 但是下屆來過 下屆來過 下屆可能你金牌 我比你四年 OK 現在我就 我就不 下屆來過 發揮香港精神的匯豐 我想其實很多的業績 出來都可以這樣想 就是說 要發揮香港精神 逆境自強 是呀 遲下就會逆轉性 是呀 可以是 反級的 反敗為性 我們香港就快要拿專利 很厲害的 是呀 只是我們香港才可以有 反敗為性的香港精神 人家不可以 其他國家是不可以有的 是呀 只有我們香港才可以反敗為性 因為我們有很多敗 敗多了 就多了機會反省 是呀 人家贏開 你怎麼無緣無故反敗為性 沒有這個概念 所以我不是很明白 一出來很多人說 阿剛 阿Vivian 反敗為性 很香港精神 其實很多情況都有反敗為性 巴塞 黃馬 都經常反敗為性 那些就不是 黃馬精神 就是香港精神 我們的反敗為性 就是可以叫做香港精神 哦 那 那是否應該叫做體育精神呢 就是你輸了兩顆 你不要放棄了 算了 認真一點 那為什麼肯定要搞香港精神 哦 那 那 那 因為阿Vivian自己說出來 香港精神就是不要放棄 那她說完之後 我們就將反敗為性 這種精神 我明白的 就變成香港精神 我明白的 第一次香港精神 就不是香港專利 是 就是每人都 反而我看到有些討論區 說 OT而贏的精神 就是香港精神 是呀 真的 是呀 因為全世界不會這麼熱衷 是呀 是呀 那這些就是香港要領導的東西 真的要領導 是呀 OT贏 是我們專利 真的 我都覺得 是啊 所以以後比賽最重要 拖到OT 發定時間是打和 是啊 就是和對手各不如OT一會 OT 然後就玩缺一劍 我們多數都贏的 就是多數都贏的 這個對 我同意這個是香港精神 是啊 因為我覺得沒有其他國家 好像我們OT到這樣 都有的 OT精神就是英國國家隊 足球 是嗎 他最喜歡就是加時射十二馬 最喜歡加時射十二馬 他死都拖到加時射十二馬 都是 但是又奇怪 因為那邊是足球 但是他的精神不夠 我們會金牌 他們的OT 就是OT 就是靠運制 明白嗎 射十二馬 我們OT是拖到老命的 我們OT是拿金牌 他OT射十二馬 都拿不到冠軍 所以是對 OT精神是我們香港精神 他們是扔波鐘精神 不同的 反敗為勝 並不是香港精神 我們不是特意扔你波鐘 是我們鬥鬥鬥鬥 鬥到OT 他們不是的 扔波鐘 扔到你OT 是啊 那怎麼辦呢 大哥收六個啊 獎金 是啊 喂 幾分鐘跟你拿個金牌 多不好意思啊 哦 所以不是拖久一點 讓你看得開心一點 你試一下 獎金是六千萬 怎樣 韓國就有位會 說一場劍盒打兩個小時 哈哈 缺十劍 不是缺三劍 哈哈 扔到一件衣服穿 才讓你離開 那個裁判 不是吧 啊 這樣都 那麼 你說香港精神就是獎金多 就是了 獎金多 獎金多 六百萬 馬會很慷慨 是啊 張家朗的中學都非常之好 要多謝林大輝 林大輝再有三百萬 非常之替他開心 老實實 真的沒辦法 寵賞之下必有勇呼 不是為錢的 運動員很多都不是為錢 為他們夢想的理想 就是一生人最大的目標 是啊 你可以這樣說 斷了十字人帶 都要去的 都要去的 為理想 不是為甚麼 買理想當然有 但如果理想之外 又有豐厚的獎金 當然當然好 對不對 雙重開心 就是你聽我們這個 贏粒棠買一間廠 為了一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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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恆子牛熊 我不會跟他選 不會搞不動 誰選贏了我殺誰 神經病 你跟UBS說 下個禮拜說 拿六百萬出來 還有需要有個裁判 如果這樣的話 是不是 不公平 要有個投訴機制 如果是這樣 太重要了 獎金太大了 裁判沒有人 昨天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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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台北那個 那個 挺公正的 狂看霹露電視那個 好 今天差不多 就這樣 拜拜 同時 Record Finance所提供之 投資分析技巧與建議 只可作為參考之用 並不構成要約、招攬、邀請、有史 任何不倫種類或認識之新術 或訂立任何建議及推薦 讀者無請運用個人獨立思考能力 自行作出投資決定 如因相關建議招致損失 蓋與Record Finance主持、嘉賓、編輯及記者無關 同時 Record Finance所有節目或資訊 相關內容熟作者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Record Finance立場